取一张正方形的纸对折 然后打开 把这个角朝着中线向内折 折痕刚好落在正方形的右下角 现在您会得到这样的形状 这里应该刚好留出一点空间 另一个角也重复同样的折法 然后将整个折纸打开 现在整个图形应当看起来像一个字母A 同时周围还留有一些空间 先将右边向里折 然后不要打开 将左边折进来盖住右边 现在折纸看起来应该是这样的 将这里朝内折与边缘对齐 让顶部变成一个尖角 再次打开刚刚折的部分 把多出来的部分朝内折 然后再次合上 现在整个折纸应该是一个三角形 把三角形的顶部朝下 折到底部的边缘处 现在把三角形的顶部再向上折 折出的部分要和两边的长度一样 稍微用力压出折痕 将这条底边向内折 然后再朝反方向折 折的时候要注意让边缘对齐 这两个角要连成一条线 压出折痕 另一边重复同样的动作 现在你已经有了星星的基本形状 最后翻转折痕 将这边塞进去固定 您的折纸就完成了 您的折纸就完成了 现在成为了星星的时间 又能准备 根本就开始按照 编锅 有